全油管最快新闻 去年10月30日 6名中国人及菲律宾人遭绑 4名确认死亡 2人失踪 非警方称绑匪为要赎金 可能涉及生意 绑匪丢失体器 经无法归案 警方称4人至牺牲亡 报道称绑匪曾设绑架勒索 非法拘留罪 愿借此案呼吁更加关注人身安全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